好 所以我們就趕快來關注一下 中度颱風山屯它到現在到底在哪裡呢 它基本上沒有怎麼動 它目前還是在高雄的西南方 大約是50公里的海上 在這邊持續的打轉 那它現在是以每小時4公里的速度 向著北北東的方向來前進 所以它真的走得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現在預計呢 它的登陸時間又稍微再往後一些 現在看起來可能要到下午1點左右的時候 它才會準備要登陸到高雄跟台南一帶 但是呢 等到它一登陸了之後 它的強度就會開始很迅速的要減弱了 因為主要就是受到了地形的破壞 所以它很快就會減弱為一個輕度颱風 那等到明天傍晚5點的時候 它就會原地消失 因為它就會減弱為一個熱帶性低氣壓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呢 它登陸之後 其實對整個中部以北地區的影響 反而是沒有那麼大 但是呢 南部地區 尤其是南高坪還有台東還是要特別的留意 因為它登陸的時候 依然會是一個中度颱風的強度 所以呢 還是會造成一定的這個災害喔 那我們來看到它目前進中心的最大風數 是每秒38公尺 相當於是13級的強陣風 瞬間最大陣風每秒48公尺 相當於15級的陣風 那它的暴風半徑目前都沒有任何的改變喔 10級風目前還是200公里 那7級風是200公里 那10級風呢 目前也還是維持在70公里左右 但是它的強度還是有在慢慢慢慢的減弱當中 我們從雷達回播圖來看一下喔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目前颱風對我們的影響 有看到呢 它有持續的在向我們逼近了 那它的眼牆這邊就會是它的風雨最大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已經要觸碰到台南跟高雄 還有屏東這一帶了 所以就要提醒南高屏地區的觀眾朋友 接下來呢 就會是風雨最強烈的時候 那預計今天整個上半天的風雨 都會是相當的強烈 另外呢 台東尤其是山區的部分 以及屏東的山區就要特別留意喔 今天的降雨量都是上看1200毫米的 所以真的要特別的注意 另外就是花蓮地區今天也是開始會感受到 這個雨勢會越來越大 所以今天也都要特別的小心喔 那北部地區呢 可以看到已經開始受到 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像現在台北外頭就是正在 這個下大雨的一個情況 那今天主要除了受到颱風的影響之外 就是還有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造成這樣幾個共辦效應之下 北部地區 尤其是整個北台灣 還有基隆北岸 今天的風雨也都會來的稍微比較大一些 那具體雨量 雨會怎麼下呢 我們來看到電量降水預報圖 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一些 今天早上8點到今天晚上8點呢 也就是今天白天這一整段時間 可以看到降雨的熱區 主要就是集中在整個東半部地區 北部以及南台灣 那剛剛呢 我看到這個有網友說 台中好像真的沒什麼感覺 今天看起來也是如此 因為連雨呢 其實都不會下到非常大 但是會感受到 這個沿海地區的風浪 是稍微比較大一些的 那降雨的熱區主要呢 是南台灣首當其衝 因為颱風很快呢 就要開始接觸到我們了 所以可以看到南台灣 尤其是南高坪地區 要特別的小心 那山區的部分 今天的降雨量 也都會稍微比較大一些 那北台灣主要就是山區 以及基隆北海岸的風雨 會比較大一些 那到了今天晚上8點 到明天早上8點這段期間呢 就是因為颱風它已經登陸了 但是登陸之後 剛剛有提到 它很快就會減弱為一個輕度颱風 所以可以看到 包含整個中部地區 還有南部地區 降雨就會很明顯的要趨緩下來了 因為風雨最強的時候 就已經過了 但是呢 北台灣持續受到颱風 它一些殘留的水氣 以及呢 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風雨還是會來得相當大 那北部地區看起來 這個雨呢 會連續下三天 那最主要就是今天的時候 以及到明天的上半天 會是我們的風雨最大的時候 那主要要到了明天的8點開始呢 我們的風雨 才會很明顯的趨緩下來 尤其可以看到 整個中南部地區的降雨 跟前前比賽呢 真的就已經差很多了 從明天開始呢 南部地區都有機會 可以見到陽光露臉了 所以降雨就會很明顯的 要趨緩下來 不過可以看到整個中部以北地區 還有東半部地區 因為持續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都是在淫風面的關係 所以呢 溫度會稍微下滑之外呢 我們的雨勢也還會再稍微持續個幾天 好 那再來呢 要提醒大家 中央氣象署是有發布了 超大豪雨呢 大豪雨以及大雨特報 那幾乎是涵蓋了全台灣 超大豪雨的部分 就包含了屏東跟台東 有提到說今天呢 在山區的部分 降雨量都是有機會上看到 到1200甚至是1600毫米 那尤其台東要特別留意 因為今天平地的石雨量 都還是有機會呢 可以突破這個100毫米 石雨量的部分 那另外大豪雨特報的範圍呢 就可以看到包含了這個基隆北海岸 以及呢花蓮的山區 還有南高坪 也都是發布了大豪雨 隨著颱風開始靠近 甚至呢開始影響到登陸之後 就會是南台灣風雨最大的一個時候 那豪雨特報的部分 可以看到包含了有雲林 嘉義市嘉義縣宜蘭 還有離島的澎湖 那澎湖昨天其實風雨就已經蠻大了 今天還會再持續一天 那大雨特報的部分 主要呢就是涵蓋全台灣剩下的山區的部分 今天山區的風雨也都會稍微比較大 那風到底有多強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風速監測 就可以看得很明顯 跟前幾個小時比起來 其實我們的風力已經有開始明顯的增強了 可以看到紅色這些呢 通通都是超過了10級的強震風 那可以看到最靠近颱風的 西南部地區的沿海 很明顯現在都已經吹起了10級的強震風 那就要提醒大家 今天呢都是有可能會吹到 12甚至是14級的強震風 尤其呢就是在橫春半島這一帶 都要特別的留意 那山區的部分 除了降雨量今天比較多之外呢 風勢也是來的蠻強的哦 可以看到都有吹出了10級的強震風 另外就是在我們整個沿海地區 今天的風勢也都已經來到10級強震風 那麼黃色這邊呢 也都是有7到9級的強震風 那預計隨著颱風慢慢的靠近我們的風勢 還會再來的更強勁一些 另外我們的浪高監測的部分 就要提醒大家了 今天我們的浪呢也會越來越大哦 掀開看到的就是呢 現在包含在小琉球啊 以及在澎湖的西美 目前都已經測到了 是有超過6米的浪高 那接下來呢就會看到 整個西南部地區的沿海呢 也都有機會出現4到5米左右的浪高 那東半部地區的浪高稍微比較緩和一些哦 大概是會有2到3米左右 那隨著颱風登陸之後呢 我們的6米浪高的部分 其實就會開始移到我們的中部地區的外海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 今天我們沿海的風浪真的都是非常的大 最後小丁丁有幾件事情要提醒大家了 今天颱風要開始慢慢的登陸了 預計是下午1點左右 它會正式的要登陸 所以就要提醒南台灣 今天都還是有機會出現強風好雨的 尤其就是在颱風登陸之後的這一段時間 所以真的要特別小心哦 可能都會有一些治災性的豪大雨 那沿海地區就要防範 可能會有一些報仇啊 或者是倒灌的情況發生 所以沿海地區要特別的注意 另外北台灣呢 現在也已經開始感受到我們的風雨 越來越明顯了 那預計這個風雨會持續今天一整天 以及明天的上半天 以上就這一節的颱風資訊 聽用給大家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 高防曬凝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